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在决策例会上决定 将联邦基金利率及商业银行间隔业拆借利率下调0.5个百分点 从现有的1.5%下调到1% 这是美联储为应对金融危机在本月8号紧急降息0.5个百分点之后再次降息 此次降息使美国联邦基金利率降低到了1% 是1958年以来的最低点 美联储在例会后发达的简短声明中说 美国的经济步伐已经显著放慢 很重要的原因是消费开支下降 企业用于设备方面的开支和工业生产最近几个月来也成疲态 世界其他地区很多经济体经济增长速度减缓 削弱了美国出口前景 而且金融市场动荡加剧 进一步降低了家庭和企业获得信贷的能力 可能对开支扩大产生额外的抑制作用 美联储表示相信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 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措施 包括降息增加流动性 以及巩固金融体系的步骤等 应该帮助改善信贷形势 促使经济恢复适度增长 这一段时间以来就能够改善信贷形势 我们可以改善信贷形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